几个人将死狼抬上了车的后备箱。 陈镇很想剖开一条狼渡给几位军人看看,但是他看军人们没有就地剥狼皮筒子的意思,就问,你们还敢吃狼肉? 狼肉是酸的,牧民从来不吃狼肉。 老刘说,近乎说,狼肉一点也不算,跟狗肉差不多,我在老家吃过好几回了,狼肉做好了,比狗肉还好吃。 你瞧,这条狼多肥啊,做狼肉跟做狗肉一样,先得用凉水拔一点,拔出那腥味,然后多用大蒜和辣椒,可劲儿炖,那叫一个香。 我在老家,谁家炖一锅狼肉,全村子人都得跑来摇肉吃,说是吃狼肉,壮胆解气。 陈镇怀着恶意紧紧逼问。 这儿的牧民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天葬,人死了,就被家属啊,用车拉到天葬厂去喂狼。 吃过死人的狼,你们也敢吃啊。 老刘却满不在乎的说,这事我知道,只要不吃狼胃和狼下吃就行了,狗还吃人屎呢,谁嫌狗肉脏了? 大份浇菜,你嫌菜脏吗? 咱们汉人,不是都喜欢吃狗肉吃蔬菜吗? 冰团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吃羊肉先定量,到了草原吃不上肉,大伙馋肉都馋疯了,这几条狼拉的团部哪儿够分的呀? 真是,羊多狼少啊! 老刘大笑,徐灿蒙也笑得很开心。 我下来的时候,师部就跟我钉下狼肉了,今天晚上就给他们送过去。 有人说狼肉能治气管炎,好几个老病号早就跟我挂上了号了,我都快成了门诊大夫了。 哎呀,这打狼真是叫美差啊,一能为民除害,二能自个儿得皮子,第三呢,还能治病救人。 第四呢,还能治一大帮蝉虫,你看,一举四得嘛,一举四得啊,哈哈哈哈哈哈。 陈镇想,他就是解剖出一肚子老鼠来,也丝毫扫不了他们打狼的兴头。 老刘把车开回到打死第一条狼的地方。 大狼的脑袋已被打碎,子弹从狼头后侧打进,前半个脸已经被炸没了,脑浆和血流了一地。 陈镇急急地扫了几眼,还好,没有在狼搏狼胸上看到白毛,这不是白狼王。 他松了一口气,但肯定这是一条头狼,他显然为了保护整个家族的安全,带着几条快狼来引诱追底。 可惜,他对于吉普车和特等射手这种草原灭狼的新人新车新武器,还完全缺乏经验和准备。 老刘和包顺棍救了一把草,擦了擦狼血和脑浆,高高兴兴地把狼装带,再抬到铁链吊挂的后备箱盖上。 绑牢拴紧,老刘称道,这一条狼的个头,快顶上一头两岁的小牛了啊。 两个人用草把手擦干净,然后上车向巴参毛的那辆车开过去。 两辆车相遇,停了下来。 巴参毛那辆吉普车的后座上,放下了一条鼓鼓的麻袋。 巴参毛大声说, 这边啊,竟是六条鸽子,车根本没法开,开了三枪,才撂到一条小狼。 这群狼,全是母狼和小狼,像是一家子。 徐参毛探道, 这儿的狼就是鬼,那几条公狼把最好的退落,全让给母狼和小狼了。 包顺棍高叫,又打了一条啊,哎呀,大胜仗,大胜仗啊,哎呀,今天是我来牧场一年多最高兴的一天,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走,上那两条死狼那儿去,我带着好几好菜的,咱们先喝个痛快。 陈震急忙跳下车,去看那条小狼。 他走到车前,解开麻袋。 见那条被打死的小狼,长得跟自己的小狼很相像。 可是,竟比自己养的小狼个头还要大些。 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好吃好喝供养的小狼,在个头上还是没有追上野小狼。 野小狼不到一年就成才了,已经能靠打猎把自己称得饱饱的了。 可是,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就死在人的枪口下。 陈震心疼地轻轻抚摸了几下狼头,就像摸自家的小狼头一样。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狼,却让这条自由的小狼丧了命。 两辆吉普车向南边开去,陈震满眼淒凉,挥望着边境的操场。 这群狼的头狼和主力,竟然在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干掉了。 他们可能从来没有遭到过如此快速致命的打击。 剩余的狼逃出边境一定不会再回来了。 但是,撕掉凶悍首领和战斗主力的狼群到了那边,怎么生存呢? 比利哥老人曾经说过,撕掉地盘的狼群,比丧家犬还要惨。 吉普车开到第一处开枪的地方,两条健壮的成年大狼倒在血泊里。 两小群大苍蝇,正在钉鞋。 陈震不忍再看,独自一个人走开,又坐在草地上呆呆地远望边境那边的天空。 如果阿爸知道是他,带着两辆吉普车抄了狼群,老人会怎么想? 是老人手把手地传说给他那么多狼学问,最后竟被他涌到沙郎上。 陈震心里越发沉重,越发心虚。 他不知道,以后如何面对草原上的老人。 到了夜里,母狼和小狼们一定会回来寻找他们的王夫和王妇,也一定会找到所有遗留血迹的地方。 今夜,这一片草原将群狼哀好。 老刘和小王把两个麻袋抬到小王吉普车的后排座底下。 草地上铺着几大张包装弹药的牛皮纸。 纸上放着三四瓶草原白酒,一大包五香花生米,十几根黄瓜,两个红烧牛肉铁皮罐头,三瓶阔口玻璃瓶猪肉罐头。 还有一脸盆收把肉。 包顺棍握着一瓶酒,和徐参谋一起走到陈镇身旁,把他拉到了野餐西旁。 包顺棍拍了拍陈镇的肩膀说, 小潮啊,今天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啊,你今天立了大功,要是没有你啊,这两位特等射手那可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徐参谋和其他三位军人都端起酒杯给陈镇敬酒。 徐参谋满眼诚意地往这陈镇,哎,喝,喝,我这第一杯啊,转敬你的。 你这养狼研究狼,真是研究出名堂来了,啊,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狼窝里了。 你不知道啊,昨天包主任带着我们转了一百多里地,一条狼也没见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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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杯啊,谢谢你了。 陈镇脸色苍白,欲言又止,结果一杯酒一饮而尽。 他真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 可是,如果按汉人或军人的标准衡量,徐参谋绝对是条汉子。 徐参谋刚到草原 很难用草原的立场标准来跟他过不去 但是原始游牧生活眼看就要结束在他们的枪口之下 汉人的立场从此就将在这里生根 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草原变成沙漠 陈镇本能地抓起一根黄瓜狠狠地大叫起来 民工在草原上开出的菜园子已经可以收获黄瓜了 他有两年多没有吃到新鲜黄瓜了 汉家的蔬菜瓜果真是好吃啊 可能汉人有宁死不改的农耕性 满息的美味佳肴 他为什么偏偏就挑选黄瓜来吃呢 黄瓜的清香突然变成了满嘴的苦汁苦味 徐三某拍了拍陈镇的后背说 有事啊 我们杀了这么多狼 你别难过啊 我看得出来 你养狼养出了感情啊 也受了老牧民的不少影响吧 狼抓兔子 抓老鼠 抓黄羊汉塔 确实 对草原有大功 不过啊 那是很原始的方法了啊 现在人造卫星都上天 我们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保护草原 兵团呢 就准处准备出动安二 到草原上撒毒药和毒味 彻底消灭属害 陈镇一乐 他马上又反应过来了 他忙说 可别 可别啊 要是中毒的老鼠 再让狼 狐狸 杀狐 和老鹰吃下去 那草原动物 不是全要死绝了吗 包顺棍说 老鼠死绝了 还留着狼干什么 陈镇争辩了 狼的用处大了 我跟你们说不清楚 至少 可以减少黄羊 野兔和汉塔 老刘红着脸 大笑着 黄羊 野兔汉塔 都是有名的野味啊 等我们的大批人马开到 这些野味 还不够人吃的吗 能留给狼吗 你啊 野餐刚一结束 包顺棍跟徐参默嘀咕几句 两辆吉普车 便往东北方向急驰 陈镇亡说 方向不对 顺着原路回去 好走多了 包顺棍说 回队波 有一百四十多里 这么长的路 总不能空跑吧 徐参默说 对 咱们呀 要避开刚才想枪的三个地点 绕着走 没准啊 还能再碰啥狼 就算碰不见狼 碰见狐狸也不赖啊 应该发扬我军连续作战 扩大战果的光荣传统嘛 吉普车很快就进入了辽阔的冬季草场 陈镇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真茅草原 真茅草 是一种冬季的优良牧草 比其他季节的牧草高得多 草叶有两尺长 稀疏的草杆草碎有一米多高 到了冬季 平常年景大雪盖不住草 即便较大的雪灾 真茅草草杆和草碎仍能露出一半 同样是畜群的好饲料 而且羊群还可以顺着草杆跑雪 吃雪下的草叶 俄伦草原的冬季长达七个月 全大队的牲畜能否保镖保密越冬 全仗着这一大片冬季牧场 秋风吹过 草浪起伏 慢慢涌来 从边境线 一直慢到吉普车 淹没了四轮 两辆小车 像两艘快艇 在草海中乘风破浪 陈震松了一口气 要想在牧场 这么茂密高耸的草场上 找到狼 就是用天文望远镜也是不配搭 陈正再一次涌出 对草原狼和马官们的感激之情 这片 看似纯天然 纯原始的美丽草原 实际上 却是草原狼和马官们 一年年流血流汗 拼了命 才保下来的 美丽天然 和原始中 包含着无数的人工和狼工 每当牧民在下雪以后 赶着畜群 开进冬季草场的时候 都会感受到狼群 给他们的恩责 牧民们常常会唱起狼歌那样 悠长颤抖的草原长调 每次都令陈正心旷神移 两辆吉普车飞速行驶 射手都带着醉意 但是 他们仍然举着望远镜 仔细搜索着狼皮和狼肉 陈正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他还从来没有在人畜味道之前 如此从容快速地浏览过冬季草场的原始美 此刻 广袤无边的草场上 没有一缕孤烟 一匹马 一头牛 一只羊 休养生息了近半年的冬季草场 虽是一片浓密的绿色 却显得比春季街高草场更为荒凉 春季草场 有许多石卷 土卷 库房 和高高的井台 人工的痕迹散布草场 而在冬季草场 人处有雪吃 不用打井修井台 到冬季 羊羔牛犊都已长大 也用不着给他们修棚盖倦 仅用牛车 活动栅栏和大瞻大剑的半圆形挡风墙 就可充当养眷 因此 在秋初时节 静观这片冬季草场 眼前没有人迹 没有触记 没有一件人工建筑物 只有波涛般起伏的真毛草 如果戴着哥萨克黑高皮高帽的格里高里 忽然出现了这片草场 陈震一定不会怀疑 他俩身后 就是那个美得令人陶醉的 顿河草原 早在上初中的时候 陈震就看过两三遍静静的顿河 小说和电影 后来 他在离开北京的时候 又将静静的顿河 和其他关于草原的小说 一同带到了俄伦草原 静静的顿河 也是陈震来草原的原始驱动力之一 陈震对顿河草原的向往 是由于格里高里 纳塔利亚和阿克西尼亚那样热爱自由的人 而陈震对蒙古草原的痴迷 则是由于热爱自由 誓死捍卫自由的草原狼和草原人 草原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磁场 让他情感罗盘的指针 总是颤抖着指向这个方向呢 陈震常常能感到 来自草原地心的震颤与呼救 使他与草原有一种灵魂深处的共振 比儿子与母亲的心灵共振更加神秘 更加深沉 他是一种隔过了母亲 隔过了祖母 曾祖母 太祖母 而与更老更老的始祖母 遥遥的心灵感应 在他从未感知的心底深处 呼唤出最古老的 情感 感谢观看